请收看 维新世界 艺术大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次我在一条羊肠小道上山 他走着走着 实在那个羊肠小道太窄了 然后就从山上滚下来 然后我身穿一件景观的那种棉大椅 然后从山上滚下来 然后我见到什么就抓着什么 然后抓住那些草 那个草那个经济也一拉就出来 因为头太太松了 然后就像滚雪球 带着一大坨东西就从山上滚下来 吓一下 掉下去 摔了 然后躺在地上 就等大概躺了半个小时 然后回过后来 然后那个 反正就是说 那个地点就在人家的窑洞门口 加速抵达了 后来进去窑洞休息 这个老人家很客气的 把他们拉到里面喝水 他们没有什么 就给你喝一碗开水 就很客气 然后他们的窑洞 就是用锄头挖出来 在山根下挖出来的洞 真是洞 就这样清那个 就挖一个圆拱形 然后呢 豪华板呢 就是 然后看到豪华板 就石灰和这个黄泥 就是说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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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这个普通板呢 就是上面都能够看得出 那个锄头印的 就是说那个刀痕啊 什么都看得到 然后呢 这个东西 为什么豪华板呢 豪华板它不掉 掉灰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一上炕 然后没有桌子 就说在那个床上放一个小桌这样 然后就盘着腿上去 盘着腿上去呢 主人会递给你一把小哨把 那小哨把就说 把那个灰扫一个坑出来 然后你就坐上去 盘腿一坐 然后就开始喝水 那个碗呢 大概 那个口径有这么大 然后呢 就端到嘴边 那个头顶上 那个灰刷刷刷的下 然后那个碗已经是 已经落了一层灰了 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呼一下把那个灰吹到对岸 然后就开始喝 喝一口就吹一下 然后喝完了 那个碗底 那点黄泥汤就不要喝了 没有就 他是这种生活状况 然后呢 那时候延安就是 都是住这样的房子 毛泽东也是住这样的房子 然后江青在里面 江青他的出身 他是上海的电影明星 他的艺名叫蓝萍 然后呢 他在当时延安的女子里面 也算是 就会比较会装扮自己啦 就是说 他也是基本上以朴素为主 但是他会搞一条丝巾 带 就是这个蓝色的丝巾 就围一下 这就是他 他的审美 但是江青这个人 其实蛮有才华的 除了会摄影之外 就是说 当时中国文革的时候 八个样板戏 都是他一字一句推销出来的 这个人非常厉害 那你说他没有才华 真的 把他说成一个大草包 这样有什么意思 其实真的好厉害 这个人 这上面所有的提示 都是我自己来的 但是当时那个八路军装就这样 就看上去有一种石头的质感 都是那个八路军自己 自己织的徒布 原来自己生产的徒布 王楠 《泰鲁座》 《泰鲁座》 這個呢 其實這個造型 就是 這個想法從來來 就是從太魯閣裡面的瀑布 它瀑布不是 叫九碟泉嗎 就是說有三碟泉 就是三個台階這樣 就是三碟 然後呢 最多是九碟 九碟就是一個虛子的數字 中國的數字 就很多 就是說 這個就是從太魯閣那個 這個瀑布得來的靈感 就是說好像這樣下來 然後呢就 這個題目就叫天上水 就是 就好像 到現在為止沒有人 這樣去表現一個瀑布 現在這樣這個有兩米 對 到時候就把它說成一個小的 就好了 對 我也想過 就把它放在 有些地方 比如 撒卡當啊 撒卡當啊 那些地方 對 就是說一個開闊的地方 然後樹一個這樣的 好像疫情之後就 就變了很多了 兩個人 能讓 esa 彼得 범 王 毛澤東一輩子最自豪就是辯證法 辯證法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轻而易举的 能够被变成把消化掉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里面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所有东西都老祖宗给你解决好 自租在握 就是说所有的事情 就按照老祖宗的经验去走就行了 所以中国呢 中国人发明了很多东西 但都是经验的产物 而不是一个体系的产物 就是说不客气地讲 再给中国人一千年 中国人也发明不了一个电灯泡 不是说中国人碰 而是按照中国人这个思路 他就只能够在这个蜡烛 或者这个热能发光 这个路子上走下去 这个电灯泡它不光是一个电灯泡的问题 但是里面有整个能源系统在后面支撑着的 永远是头头是道的 就是说阴阳 阴阳对比 西方的维兴主义非常发达 它的维吾主义也很发达 它就从头到尾 它们都有一种对世界的好奇心 我这个人也是很有好奇心 就说 那我现在我的好奇心那是很重 就说 我一直到了我八十年代 去采封的时候 看了乡下的春姑媳妇 我还是抱着一个桶 然后装着一桶衣服 然后去河边找一块平整的石头 就在那里啵啵啵啵啵啵这样敲 几千年都一样 这个操作就是当时西施 西施的操作 陈鱼就是这样来的 在那里敲敲敲 但是我当时在昆斯兰看到 一个西方人的洗衣巢 中间上面有两根那个维扣 就是那个卷筒 加在一起这样 把这个衣服的领子 塞到那两个卷筒之间 然后就把它这样一搅 它就 它是压干了 压榨干了 就掉到另外一边的清水里 然后在这边又这样 就在 这边那个肥皂水放掉 然后再放清水 然后它又就这样 这样的操作 一张大被子和一件衬衣 它都可以这样 很简单 但是它解决了太多的问题 然后西方但是每一步都走得很笨绝 但是走完之后 这个世界就变了 就突然间就变了 突然间变了 如果一个人类集团没有在这个维吾上变 有这样的强势的话 它也没办法维新 维新不是建立在空谈上 就是说我们维新其实是应该是一种很积极的生活态度 但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维新有一个消极的年代就是那个南北朝这个魏晋时代 魏晋时代社会非常黑暗的这个生产力非常弱 但是大家都在空谈那时候就真的是维新 但是到了唐代 唐代为了后来就是中国的禅宗禅穴 是真的维新发展到高峰 就是在唐代这个物质很发达的年代 他才能够就是说攀到高峰 如果是像五代就是魏晋南北朝那时候社会黑暗成那样 就是说拿着一条牛尾在赶那个蚊子赶苍蝇一边谈弦 整天无所事事然后谈到一半 然后突然间这个皇帝派人来抓人 拖出去就砍头 这种情况现在叫魏晋风度 那时候大家颓废到什么程度 就服用那个五十散 五十散其实就是那个矿物质 就等于现在的吸毒 然后大家都有迷迷幻幻的在谈弦 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朝不保夕 社会非常黑暗朝不保夕 就随时要死 然后大家精神非常颓废服用这个毒品 然后服用这个五十散之后的结果就是那个皮肤 人的皮肤充血 冲血之后就是你稍微摩擦一下就 就会流血的 这个皮肤 所以就要怎么呢 就要穿很宽的衣服 因为当时那衣料只有麻布 棉布是到明朝中期才普及的 以前都是那个麻衣 所以那时候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魏晋风度就是穿宽袍大袖 因为那个衣服如果贴身的话 那一磨就出血 所以要穿宽衣服 这叫魏晋风度 然后这个魏晋的名是现在在哪里 到处可见的就是范增的画了 范增画的那些名是就是魏晋风度 而不是穿得晃晃晃晃的 我回来 高高低低就通到坏的事情 很多不如意的 我都觉得比在澳洲好 在澳洲的那时候我已经是 进去退休状态了 完全没有刺激 比如说也不想画画 画好一点跟画坏一点有什么区别的 而且我坦白说我那时候因为职业画家当酒了 我已经七八年没画错过一张画 其实是一种很坏的理念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奢腾的 就完全没有惊喜的 那个弟弟 摊开那张紙你已经看 已经看能看到那个最终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你一点意识都没有 后来想想 他都去大学问一下看怎么样 看那些人 那些大学生精神空虚整天吸毒 去去看看他们怎么回事 那我就去报了一个课程硕士 报进去之后 新人又要试试 对对对 我想我大概我要学大概一个学期这样 然后就走 然后我上到第二个月 然后那个系主任来找我 他说不要在这里挡乱 他说你还读我的这个硕士 你是有研究什么 我都没有好处 有钱的 对不错 那就 然后呢就过了 我那个硕士研究生论文还读错了 我们学校历史上第二高 94分 后来就从那个课程研究生转到那个研究生硕士 然后就到后来就再读拖试这样 我是觉得学历也好 经验也好 这所有东西其实都是 对我来讲都不是终极目的 我在中国大陆也认识很多 这个风雅的官员 比如说一个退休副省长 然后写书房 那么一张卖五六十万人民币这样 这个很多很多很多 这台湾的就是说官员 就是说这个话话 就是说到底是附庸风雅或者什么的 就是说原来我的认知是 一个官员就是说开自己的个展 大概也就是玩一下而已 然后呢进到展场 然后看到这个林部长就在那里 不管老人小孩 一家人就蹦蹦跳跳地进去看展 然后他都在那里鞠躬 握手陪着聊天 这样在大陆就找不到的了 当时真的是耳目一新 作为一位高官 而且我看他的话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人真的用心在话 是看得出来的 就是说一眼就看得出来 就骗不了人了 是在糊弄一下或者是附庸风雅的 和这个浙热八景在那里 用心用力地去把自己生命投进去 这根本是两码事 然后我就在他的画展上面 看到这种难得的这个特质 然后心里是多多少少是有感动的 在艺术上我们在一起也经常会有互动 会有探讨 OK 就说我觉得呢 但难得的就是怎么呢 中国这个官员从毅这个 就是中国的老传统 所以有一个庞大的文人化这个群体 然后呢写字 写字呢画画 就说其实呢那些领导们的话呢 经常就会这里出个硬伤 那里出个漏洞 经常会搞得不对的 然后呢 但是中国的文人他们有一个传统呢 那是你没有的 他就是他们会闻过是非 是为为自己辩解 比如说明明是那个字写错了 然后他们说书家无措字 又说你写书法家 又说你是一个书法家 所以呢你就没有措字这个概念 然后呢明明是那个人化不好 然后就书东坡就在那里说 这个论话以形式就见语而同龄这种 就是说他是有意把这个 这个形就写写实能力 和这个捕捉神采对立起来 为什么我要画不像 因为我要求神 所以呢我就画不像 就是说不是我 就是说画不是我画不好 我是故意这样的 就这种是闻过是非 就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 一方面是那个文人 那个文人的狡猾是有点可爱的 然后但是呢多了也不好 但是呢我在林市长这里就完全找不到 他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 然后呢如果他觉得自己不好的 他要问你 就不死下问 他就完完全全成就想为自己解决问题的 这种态度去跟你探讨的 我觉得这个挺难得 我这是台湾的新人 就是说那我市长也很多地方 他有帮助我提点 就是说他也是我的兄长 就是说所以是我非常 人生里面就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 一段交情 我很珍惜他 好 谢谢 咖啡